HELLO 大家好 我是肖心妮 今天我们来拍最佳影片2 没错啦 除了像第一个影片显示出我很会耍费 喜欢在床上看剧跟综艺节目之外呢 有时候眼睛也会累嘛 所以我们一定要找别的事情来做 像我呢 是一个资深的宅女 也是21世纪的文艺女青年 AK 贾文青 我呢 其实是会画画的 所以今天呢 我们就来画一些我们熟悉的面孔吧 先来画我们的金牌 经纪人Ada姐 朋友福气的脸孔 Ada姐像吗 感觉不是很像 怎么办 好 前期是虽然我之前有学过美术 但是我对那个Potrait Drawing不是很好 我们要不要来戴个贝蕾帽 这个会不会感觉比较会画 好 接下来我想画凤姐 好可怕啊 怎么办 如果我把凤姐画不好画会不会飞吗 首先当然是额蛋 完美的额蛋脸 就画好了 就是很快的啊 几秒就 哎呀 感觉不是很像耶 我们接下来画这位 对我很好的一个前辈 我先画完后你们再来猜看 看猜得出来吗 好了 这里应该蛮明显是Ben哥了吧 没错 就是我非常尊敬的一个大哥级人物 Ben哥 一个人很好 而且为什么他都不会老啊 再来呢 最后呢 我就来送上一个三小花蛋吧 我在演艺圈对我特别好的一些朋友们 首先呢 我们就来画一个 我真的觉得他美 好像张博之一样的感觉 画不好 不要骂我 我今天其实画完所有人 再来呢 我要画的这个 他人超好 而且超级的顾佳 再来这一位呢 其实画的很简单 只要画一个日历就行了 然后最近还有练人家练得很棒 所以他的身材很棒 又很像 好啦 这就是我画好的 曾小琴 胡玉虚以及六月 其实我真的觉得画的不是很像 其实不可以这样讲 我是会画画的人 只是你看 我就是写生啊 就是那种 画这种建筑物类的啊 然后像 就是 很简单的一些线条画啊 这些我都 这些我都蛮上手的 但是呢 就是 画人这一块我还不是很熟悉 好 既然手里拿着毛笔的话 我们再写写字吧 预祝我们 防疫成功 早日回家 其实写字这一个兴趣呢 是从小就培养的 我小时候就是太好动 然后做不尽 所以我妈妈就送我去书法班 想要让我学习 如何的安静的坐下来 做一个真实的问题上 没想到我还是这样子做着写字啦 但是写出一个漂亮的字体 心情也会很好 今天的影片就到此为止啦 如果喜欢的话 记得帮助我的IG 谢谢